大家好 我们今天本来想过来 这个小档口 这个入口有一个 猪粉长的 粉长的 我们来的时候 刚看见老板推的车走 哎呀太可惜了 明天要趁早 下次要趁早过来 11点多就卖完了 现在我们就改吃点别的 我们来 这个州店 这个朝圣饭店 听说州也很出名 我们就来几碗州 还有他的菜 准备打点这个菜 这是主于猪头皮是吗 没有这是猪耳朵 猪头皮是吧 猪头皮 我觉得咖喱也不错 你看看 我看他的卤豆干 是吧 他的菜做的都 这你俩豆腐也很好吃 感觉 卤蛋刚刚卤进去 是啊 鱼丸里面的鱼丸 鱼丸要的 我还想吃这个 哪个 这个 炸豆芝 这是豆腐 不是 叫什么 这叫叫什么 我不知道叫什么 哈哈哈哈 炸腐竹 不是炸腐竹 它里面应该包馅儿的 哦这个是鱼肉是吧 哇 很棒很棒 给我们看看啊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条街啊 这条街其实大家也不会应该 对马列甲熟悉的 不会陌生 我们原来拍过在前面 就是我们说有一期里面 不知名的一条街 就是往这边往前转 然后往这边转 就是现在我们来的这条街 啊 加比多 加比多沙爹 我们第一次来旅游的时候 早了三个小时 路不熟悉 早了三个小时才找到的 加比多沙爹游客太熟悉了 啊 这边就是这边是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潮汕 潮胜饭店吃粥啊 吃杂饭的 然后这边也有很多一个 这这个档口也是很久了 也是也是应该是好几十年了 然后原来有个 老板年纪也不到 就是有个小车就放在这边 卖猪肠粉的 叫三宝井三轮车猪肠粉 就没有店面 我们来的时候 老板刚走 太有意思了 来我们先看看 先把这里先买了 以后我们再去买点糕点 给大家再介绍一家 就在隔壁 大概十几米 有一家很出名的糕点 我们再去打一点 好 现在我们进来点一点 好的 要一份那个猪头皮 老板来一份猪头皮 咱里 你们要放还是走吗 呃单放 是什么 比如讲 你要这个饭 然后才放进里面 不用饭 不用饭 就就给我们来这个 光打菜就可以 你要这个猪头皮 啊猪头皮对 大概多少 或者几个人的分量 呃 然后再来豆干 你要几片 来了四片好了 上次三片够吃吗 三片够 三片豆干 这是糖吗 对 小糖 没有大糖 大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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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们 马六甲买东西好吃的 都要提前 都要提前 我们这个点来 有的都卖完了 有的 还很夸张 啊 还很夸张 更湿一点啊 可是今天已经出来的早了一样 豆干 切剩 啊 对 这跟我们上次卤的 那个是两个氛围 对 上次那家买的 是吧 新安买的是两个氛围 这个是卤的 稍微颜色淡一点的 现在那个就有点像我们上海 都吃这样的 对的 然后 可以切点啊 啊 参见节 对对对 老板给我们挑出来一点大肠 还有这老板大概自己想吃的 不不想卖给别人 被我们一说 又卖给我们了 哈哈 哈哈 所以脸皮 要和我要问一下 哈哈 哎呀 还有什么 哦 再来一个那个咖喱 那里面那个咖喱菜 素材看起来很诱人 他菜很多啊 吃不过来 你这个要这个要来两个是吧 两个 再来两个一下 啊 这个炸腐皮腐竹 再来一份粥吧 好 两碗就行啊 啊 我们就尝一下 这是白粥 就白粥 放在这个缸里面 感觉真的是特别的 没人想到是放粥的 感觉像我们上海的酒酿 对上海的酒酿 有感觉有点像 给大家看看 上海的酒酿真的挺像的 也是放在缸里面酿的 这种缸里面酿的酒酿特别好吃 来一片这个豆腐可以吗老板 来一片这个豆腐 对这个 这豆腐也挺优人的 你想吃是吗 啊对 哪一片这豆腐 啊一样的在那边 啊是 那还有肉丸呢 肉丸不要了 肉丸不要了 哈哈哈哈 好的 一整套这么一大包 哎这个肉皮跟我们下海的做法不一样 哪个 这是肉皮吗 对 然后这是肉皮是吧 老板这肉皮感觉 感觉很好的 那个很空的 啊对炸的很好的 是的 是的是的 改天来试一下 今天有猪头皮了 改天来试一下 好差不多了 一共多少钱 26块 26块5毛 一大包 谢谢老板啊 谢谢 就放这边 我们就直接 我们拿完就直接不切镜头了 看给大家看看有多近啊 就直接 大概十米左右 友谊茶做 顺便 把下午茶一起买了 哈哈哈哈 Emily要吃 那个 叫什么 蛋挞 买两个蛋挞 看看 他有这里有 椰子饺 什么叉烧包 咸蛋蛋黄酥啊 对 咸蛋酥啊 咖喱泊是吧 好的 咖喱泊 我们很久没吃了 两个蛋挞 两个 这是老板 哈哈 你好 啊 这个好吗 啊 好的好的 这个鸡肉 我他还在点啊 我就给大家 再拍拍啊 这是 叫 鸡肉 有仪茶 做啊 非常 真的 很有年头的一个名字啊 我旁边看看啊 好多东西 对 我感觉他们这边的寿命很有特色 哪个 里面 哦 对哦 对我看到了 里面有寿命 这边的 这都是传统做法 比我们上海有仪式感 啊 对 传统做法 我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 感觉很有年头的一家店 保持着传统非常的好 大概几十年以前 四五十年以前 也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装修也是很古典 很古雅 以前可以在这里面 可以坐着吃的 那感觉也特别好 现在就没办法了 老板你们这店 大概有五十年有了吗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的一个店 这里还有包点呢 我看看 这是以前就可以当场 可以吃的这个 现真的包点 这个价格简单拍一下 大肉包三块八 就跟普通的那个 早餐室里面差不多的价格 也是三块多 很多 这是包点 这是冷的 要回去自己热的 这边扰扰人过那个 什么 过寿 对 真的是 上海都已经 非常古典 非常古典 你看做的真的是 这样一个才一块钱 这样一个才两块钱 买一个 等我以后过寿 你也给我买一个吧 等我六十大寿 哎呀太好了 这店就是感觉真的非常的 你想想就是五十年以前来 差不多这个样子 在老街也没有多大变化 应该是 是吧 五十年以前来这个样子 然后五十年以后再来 还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那种感觉真的是 哎呀半辈子就是 感觉时间好像没有走的那种感觉 这就是老街 这种感觉也只能在这种 马六甲或者槟城这样的古城里面 有这样的感受了 好谢谢 非常有气质的老板 真的是感觉像是 上海的那种民园的感觉 谢谢谢谢 拜拜 好拜拜 我们走了拜拜 啊买好了 一份饭一份下午茶 看我们的小车装的满满的 都是买点水果 还有做阿娇的 大家真的订的非常的踊跃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准备回去了 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